1979年,香港总督麦里浩访问北京,向中国新领导层,走香港前途问题作出投石问路式的试探,麦里浩获得邓小平接见,邓小平明确地表示,香港主权属于中国,中国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就会收回香港, 不过,麦里浩并没有将这个明确的信息向外界公布,只是传达邓小平谈话之中,请香港投资者放心这句话, 随后几年,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暗中部署应对中国将会收回香港的策略, 其中一项是推动香港地方政制改革,筹获成立区议会,增加香港华人参政、议政的机会, 扩大香港土生土长的华人精英阶层对殖民地体制的支持, 1982年5月,新任香港总督尤德上任, 在就任仪式之中,香港行政立法两局的非官首议员代表向尤德反映, 希望英国政府关注香港前途问题,并且期望达至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, 所谓令人满意的结果,很明显就是要求英政府能够争取延续英国对香港的统治, 事实上,当时不少香港人对回归中国感到非常困惑和忧虑, 以香港人这种心态,正好成为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问题的重要筹码, 1982年5月、6月之间,英国和阿根廷因为争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, 爆发了一场大战,英国派遣特遣艦队,开赴南大西洋, 打败企图收服福克兰群岛的阿根廷军队,英国在福克兰群岛战业的胜利, 令到以戴卓尔夫人为首的英国政府,对维护海外殖民地的利益信心大增, 戴卓尔夫人认为,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正在推行改革开放, 需要利用香港作为对外发展的窗口,极为希望香港能够保持现状, 因此对于英国延续对香港的殖民地统治,充满信心。 1982年9月,戴卓尔夫人率领英国政府高层代表团访问中国, 访问团出发之前,英方早已发出风声,强调三个条约有效, 亦即是1842年中国割让香港岛的南京条约, 1961年中国割让九龙半岛南端的北京条约, 都明确指出英国拥有永久统治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端的主权, 中国无权收回,中英两国需要谈判的, 是1898年英国向中国租借的新界租约将会在1997年期末之后的安排, 英方姓称,没有在英国人的管治, 香港不再会有经济繁荣。 张维国,上次我们讲一国两制的扣施, 只是一个理论的起点而已,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气欲, 双方如何谈判, 现在政治上,很多时候大家都需要一段长的酝酿时期, 双方就要放气球出来, 看看风向如何, 然后如果聪明的话, 可以找个办法, 退一点,退一点, 看看你何时出错, 单刀直入, 所以面对一个香港回归, 这个对于英国来说, 政治利益极大, 也是殖民地之中, 几乎最后一个可以带给他大量财富的地区, 对于中国来说, 这是一个主权的象征, 如果复收香港的时候, 变成了150年的耻辱, 统一大业, 统一段落, 双方来说, 虽然关注点未必完全一样, 但是大家极力争取, 就一定的事实来的了, 现在就看看大家如何酝酿这件事, 还有手上的牌有多少, 谁牌多些呢, 当然我们在一般香港人的观念里面, 纯粹是一个道德概念来说, 怎样怎样想法, 来过别的人的一种取向, 但是在外交上, 在现实政治里面, 就是一个实力的较量, 手上的牌有多少, 这个情况下就是大家要试探, 我认为手上的牌是多的话, 究竟是不是真的多呢, 对方卖不卖我的账, 或者对方认为我手上的牌, 对他有没有杀伤力, 这个全部都是一种政治的角力, 要摸底了, 所以英国人在1979年的时候, 就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, 去到北京见邓小平, 当时以前已经说过, 这个麦理浩, 画名就是作一种交流的访问, 事实上就是摸底, 摸一下究竟, 中国的新领导层, 就是说文革之后, 邓小平复出, 开始将文革派的势力, 逼出政治舞台, 这样的情况之下, 英国人就会考虑, 我将会面对的谈判对手, 就是邓小平, 所以就派麦理浩去摸底, 所谓投石问路, 当时邓小平已经说过, 香港我们要收回, 不过呢, 在适当的时候收回, 但是这个麦理浩听了之后, 就并没有向香港市民公开, 暗中部署, 总要是香港在1997之后, 将会有什么情况出现, 作为部署, 其中一个部署, 当然大家很明白, 就是要打民意牌, 而民意牌里面最重要的, 就是增加香港本土的精英阶层, 所谓精英阶层, 当然就是亲英国的思维模式的人, 当然你不要说当时的所谓阻止, 独鼻怎样可以合作呢, 于是提拔很多英国思维, 英国政治体系培养出来的, 香港年轻一代的精英阶层, 让他们加入政府, 工作都是正无观的, 另外一件事, 就是本土化的一个步伐, 筹备, 即是用地方的议政架构, 我们所谓的区议会检讨的出楼, 其实可以这样说, 这个叫几手准备, 对于英国来说, 最上上的一个安排, 当然可以延续租约, 虽然中方不承认, 这些条约是有效的, 但是管治了这么长的时期, 在外交上, 有些时候可以用一个既成事实, 作为一个讨论基础, 这个当然是上上, 但是中方的反应就肯定不接受, 据有一些消息透露, 当时在香港有一些商家, 或者有些英国官员, 曾经提出了一个计划, 这个计划就是, 在批地的时候, 将这个租约模糊化, 即是在新界, 当然我的意思就是租借地, 是戒仁家以北的租借地, 在批地约的时候, 将这个年期模糊化, 特别是用一个中资的机构, 作为它的试点, 如果中国是默许, 即是说, 我拿了你的地, 而没有年期限制, 模糊化了, 都接受, 据句话说, 中国政府, 愿意接受这种模糊的安排, 这种情况, 当然, 在英国人的立场来说, 似乎不是很行通, 因为法律上来说, 没有了年期, 就变得很尴尬, 还有, 中国人未必中计, 所以, 这个做法, 也没有实现到, 你刚才说起一件事, 使我记忆起一件事, 当我读小学的时候, 我们读了几个条约, 戒限阶以南以北, 其实那时候, 我们读得很仔细, 究竟哪条条约, 去界定哪条条约, 都很仔细, 但我印象里, 后来到我中学的时候, 那时候都未谈判, 但说这件事, 就开始说得少了, 纯粹我个人印象式的, 只不过你提起, 我就有这样的罪益, 我在我小时候, 所谓小时候, 都是60年代, 70年代, 香港卖楼的地方, 就往往一个牌, 洞住, 加仁加仁在旺角, 深水堡之花, 因为我住九龙, 香港区域比较少, 因为没有海底隧道之前, 过海都是很隆重的活动, 那些卖楼的牌上变成九九九年期, 经常是九九九年期, 但是呢, 在深水堡, 在黎智国那一带, 洞住牌不是九九九年期, 就是四十几年期, 三十几年期一直缩, 到这个大概70年代中的时候, 几乎那些什么年期, 就好像连藏了不说了, 但是, 加仁加以南, 旺角尖沙咀, 仍然是洞住九九九年期, 所以到这个麦里奥访问这个北京之后, 这种所谓什么什么年期, 就好像在香港的卖楼的一些宣传物里面, 就消失了, 没有了年期这个观念, 这个是几有趣的掌故来的, 刚才我们讲了第一个可能性, 就是英方来讲, 那个上上之计, 要实行在香港是挺难的, 再退一步去想, 就正如张维国先前所说, 就想一下, 有没有办法培育一群政治精英, 是亲近这个英方的, 使得英方虽然名义上是退出了, 但是可以持续它的影响力, 与此同时, 亦都是在那个商界和经济的领域里面, 将英国的影响力持续下去, 我们一直都知道, 英商在香港早年经济发展上, 事实上有一个重要的席位在, 我们今天认识的很多英资洋行, 当时的影响很大, 有没有办法使他们的影响力持续, 这个就是可以叫做第二仗, 当然,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, 这群这样的所谓, 亲英国的精英阶层, 本土精英阶层的人, 如果能够在香港, 替英国人讲话, 代表香港的民意, 当然是英国人所安排的, 代表香港的民意, 要求香港继续接受英国模式的统治, 或者英式的统治, 这样的话, 对英国人在和中国谈判, 香港前途问题的时候, 就会有一个比较强力的, 所谓一张牌, 这样的情况之下, 英国人当然是乐意这样做, 所以, 在1970年代后期, 一直到80年代初的时候, 的确不少所谓香港的本土精英, 是得到香港政府的重用或提拔的, 这些人被委任入立法局, 有一部分入行政局, 但当然,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 也有一部分所谓华人的所谓代表, 在两局里面的代表, 也都敦促香港政府或英国政府, 要妥善地解决香港问题, 所谓妥善地, 就是指他们认为, 香港仍然保留在英国的管治之下, 这为止妥善, 当然, 他没有说到, 画公仔不会画出场, 那便露了底牌, 那便不行了, 但希望英国政府, 和香港当局, 要妥善地解决香港的前途问题, 令到香港人放心, 于是令到英国和中国谈判的时候, 加强了那种影响力, 事实上, 无论是投资者好, 香港人好, 最大的关注都是银食, 所以经济牌, 一定是最有效的一张牌, 所以, 3月, 麦里浩就访问了北京, 之后那几个月, 5月, 6月的时候, 我们会看到很多当时的, 著名的政经界的人物, 好像冯景熙, 鲍玉刚, 一众, 都在不同的场合, 都发表过, 他们对于香港前途的一些看法, 比如说, 强调香港, 在亚帝地区, 在中国现代化, 在整个中国的周边环境里, 它可能发挥重大的作用, 当然我们不是说, 这群人是代表英国, 在说话, 这个也是他们本身的, 一个很大的关注, 也可能是他们认为, 中国政府要考虑香港前途的时候, 一定要将这些因素, 摆在那里面, 当然,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, 当然通过这个放风, 由1979年, 到82年, 甚至到83年, 这几年里面, 逐步逐步放出来的风声, 就是说, 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繁荣的景象, 就是全靠英国的统治, 有英国这种法治, 民主自由的体制, 当然香港就没有民主可言, 但是当时有些人就说, 香港没有民主而已, 但是香港的祖家是民主的, 所以有一个民主的国家, 来到监管住, 或者管治住一个殖民地, 所以这个殖民地, 都是在一个民主的分头底下, 来到发展的, 所以这个香港的体制, 应该仍然保留英国的管治, 只能有效地继续延续下去, 如果没有了英国的管治, 香港就马上变成了一个死城, 经济马上就会一落千丈, 甚至香港如果没有了英国的体制, 没有了法治的话, 香港就会等于, 好像中国大陆的上海, 或者好像广州那样的一些经济落后, 人民生活, 水平很低的一些城市, 所以这种言论是不断地, 在香港的传媒, 在香港各种各样的场合里面出现的, 当时来说, 讲这个故事可以是很动人的, 因为中国始终走出文革的阴影, 这个时间都常早, 大家的集体记忆里面, 对于文革那个时代, 惨放, 牵连之大, 还是处于一个很恐惧的状态, 到今天都仍然在, 不要说到80年代初, 今天都常常是这样, 现在香港人拿出对大陆的说法, 就是拿出文革的东西来说, 再不是就拿出八九年六四事来说, 对这个文革之后的情况, 香港人要批评的话, 都比较不太着力在这方面, 不过这个不要理他, 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, 更加严重, 因为当时很多香港人去大陆探亲旅游的时候, 我那时已经开始几次去大陆旅游, 对中国大陆那种所谓经济落后的情况, 那种所谓官僚那种管治严密的情况来说, 很多香港人都觉得是很担心的, 为什么呢? 比如我们去酒店住, 要报户口, 要报户口的, 如果你跟旅游团的话, 要是旅游团去报户口, 当时也很少旅游团, 说真的, 旅游团的时候, 那些文字都参猛的, 主要就是跟那些访问团, 访问团就有那些单位接待帮你搞, 如果自己去的话, 就逐间酒店报户口, 然后就要亲自去派出所, 如果你住在朋友家或亲戚家, 就自己去派出所, 一张纸是一张纸来的, 填了东西之后, 然后就逐站来来扔印, 那我就去到那个派出所里等, 谁知那个派出所的人就说, 握住那个印的柜桶索匙, 那我就要等了一个几钟后, 他上班上班, 把他吃了一支烟, 然后那次帮我扔印, 我想起我1982年第一次去的时候, 因为就是要报户口, 有住酒店, 也有住亲戚家, 中间有一两天, 好像扔了印, 我很害怕, 那时候也没那么害怕, 虽然最后出境, 没问题, 后来我问一些公安叔叔, 他们都说没事的, 一张两天就没事的, 但我一直都很不安, 你说我那时候挺害怕的, 香港人当时对大陆那种所谓管治模式, 就是我们所谓的列宁式的, 或者斯大林式那种的政治家, 这个集体操控的架构来说, 是一种很畏惧的, 如果你在那时候打出这张牌, 大家马上会想到, 他招军体相同的时候, 你说入不入肉? 我认为很害怕的, 另外一件事就是, 在长期的教育里面, 香港人有一个特点就是, 其实有很大部分的香港人, 是在49年之前, 和国民党有千丝万纽关系的人, 因为逃避共产党的统治, 来到香港, 所谓我们叫避难, 甚至叫避秦, 当时比较好听的这个说话就是, 其实就是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统治, 所以当时的每年的双十节, 大家可以看到, 一些屋邨, 一些比较多, 低下层群众住的木屋区等等, 都挂满清天白日满地红旗, 即是换句话说, 这个是旗次分明, 反共的旗次, 是极之分明, 老一辈的人还未老了, 那些人主要都是五、六十岁左右, 他年轻一辈的人, 就是我们当时那辈, 当时是二十多三十岁那辈, 就长期受到这种反共意识的分途, 认为共产党是一个, 盲不讲理的, 一种所谓是, 完全是视人民为草介的, 这个政权, 所以一听见, 将会回归中国, 个个都害怕, 当然有少部分的人, 就不是这样想的, 譬如我们是七零年代学运的人, 在七零年代中期以后, 就会陆续上大陆, 都知道大陆的人, 就不是一种, 恶言恶上都那么紧要, 只不过在制度上, 他就是一个, 监管比较严密的一个体制, 而已,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人, 但是大部分年轻一辈的人, 当时年轻一辈, 就是二三十岁, 就是我们那辈, 就感觉是这样, 另外一部分的香港人, 就受英式的教育, 对大陆, 几乎是, 因为你和中国有任何的, 知识上的联系的人, 都视为老土, 过时, 或者落五日, 所以那些人, 我们叫做, 讀翻书, 翻书仔翻书女, 至少, 一听说, 回归中国, 就是将他扔入一个, 叫什么呢, 陷入一个深渊里面, 一个恐怖的深渊里面, 大家都不接受, 所以在当时来说, 中国要打民意牌, 是很困难的, 事实上, 当时中国固然, 我们应该相信, 他在香港都有很多活动, 但他的据点, 就和英国不可相提并论, 在香港的环境里来说, 无论是政治, 经济, 以至去到公民社会里面, 教育, 最重要就是, 由教会, 一级一级, 到公民社会里面, 其实英国的据点, 是多不勝数, 因为根本就是管治之下, 而中方只是靠有限的据点, 去发挥它的影响力, 尤其六七年暴动之后, 左派的小孩, 几乎全盘崩溃, 任何人, 如果和中国大陆有任何的联系, 或者说的话, 是和替大陆政府, 或大陆中国人说任何好话, 都被视为左仔, 一插了左仔标签, 这个人就似乎永不超生, 这样的情况下, 如果中国要打民意派, 那就很难, 是的, 所以形势上, 看我们之前一开场说到, 双方放风, 云阳, 表面上, 英国并非没有派, 对, 但实际上, 彼此由吻仰义, 去到谈判的过程中, 其实也有无数故事可以继续讲, 我们留待下次再分享这些, 好, 再见, 拜拜, 再见